来人,把这个神经病给我扔出去 我去,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真是你们公司的董事长 主口,你一个送外卖的臭小子要是我们董事长 那我还是董事长的爹呢 把这个捣乱的混蛋给我扔出去 好啊老小子,你敢这样对我 等一下我一定让你跪下哭着求我进去 李主管,要不然我们还是跟总经理打个电话问问吧 万一他真的是我们的新任董事长 那可就麻烦了 打什么打 你见过哪个董事长不是坐着豪车 前呼后拥地过来试查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送外卖的臭小子 记住,以后这样的神经病不要放进来,知道吗 好的主管,我知道了 李主管,董事长还没到吗 没有啊总经理 我一直在这里等着,没看到董事长的身影 奇怪,刚刚董事长给我打电话说人已经到了 怎么可能没人呢 是啊,董事长不可能没事耍我们玩呢 还真是有点奇怪 李主管,那刚刚这里是不是有人来过 我听到有吵闹的声音 刚刚有一个送外卖的来过 他说什么,他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你说这不是胡扯吗 我就让保安把他赶出去了 嗯,你做的也没错 我们安保公司的董事长怎么可能是个外卖员呢 张秘书,你给董事长打个电话 确定一下董事长到底来了没有 好的经理 喂,你个送外卖的把音乐给老子关了 耽误了我们的正式腿给你打断 你个老小子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你看看这是谁的号码 再让我关了也不迟吧 嗯 这,这不是我的电话号码吗 怎么会在你手里 好啊臭小子 你不但冒充我们董事长 还敢偷我们董事长的手机 看我不让人把你抓到派出所去 等一下李主管 我们先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 总经理 跟一个送外卖的费什么话 抓起来送到派出所算了 省得等下耽误了正式 别急着李主管 你不知道现在有些富豪都喜欢角色扮演吗 万一这个董事长也是那样的人 我们可就麻烦了 先问清楚了再说吧 你好这位小兄弟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别废话了 我就是你们新来的董事长叶峰 半个小时前就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臭小子你还在胡说是吧 信不信我让人弄死你 李主管你也不要吓唬我 等下有你哭的时候 这位小兄弟 你说你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您的身份吗 这是我的身份证 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 我的天哪 身份证跟我们董事长的资料一模一样 你真是我们的新任董事长 这还能有假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 我就是你们新来的董事长 是你们自己不相信 我去 这个外卖小子真是新任的董事长 那我刚刚那样仿字的 他不得废了我呀 叶董事长您好 刚刚是我眼桌没有认出您 还请您恕罪 里面请 崔经理 往哪里去啊 我刚刚可是被保安扔出来的 还有人扬言要打断我的双腿 没有那个人发话 我可不敢进哪 是哪个混蛋把董事长赶出来的 赶快滚出来 别逼我亲自动手 对不起崔经理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董事长啊 不然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那样做呀 你个混蛋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甘祖兰叶先生 你眼睛长屁股上了吗 赶紧跪下道歉 对不起董事长 是我狗眼看人 滴没有认出你 我知道错了 求您饶过我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说如果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你就是董事长的爹是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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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 特么的 你的嘴是真欠啊 现在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我一刻也不想见到你 不要啊崔经理 我熬了十几年才换上主管的位置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让我怎么放过你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对不起叶先生 是我管教不言让手底下的人冲撞了你 我现在已经把他开除了 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行了 就这样吧 叶先生 这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 请您过目 这个我就不看了 你给我讲一下公司的状况吧 好的叶先生 我们北极湖安保公司 是全华夏最大的三大安保公司之一 目前拥有员工三万六千人 训练基地面积是七千亩 招聘的都是特种部队退役下来的优秀人才 精通各种枪械 格斗 侦查和追踪 目前主营的业务有保安 私人保镖和武装押运等几十种业务分类 目前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在三千亿左右 盈利是两百多亿 听起来还不错 你先下去吧 好得叶先生